阿姑姑姑給我聽 阿嬤最貴給我聽 得想你再聽小話 就離於我都遊走 我會跟你學習我 我是乖爸爸 小月娜就是我啊 我還沒四歲 住在家設計店家 話語一起說聽 早天白雲好時光 姑姑做的哟 現在我您所進行的是 藍天白雲好時光 我是佳玲 時間繼續呢 來到了佛意教經的 線上讀書會 我們在今天呢 進入到第十六次的共修 來到的主題是自免 自我勉勵 在第十七章的部分 現在呢我們就以恭敬心 共同來恭聽 由敬思經社 得養師父 以漢文發音 引領我們 進入到今天 佛意教經 自免的經文內容裡 教諒 我們在這裏 宇宙文內容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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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主公敵 上東一心 下主放逆 如禮萬職 台啤 世樽 缩産利益 改意求情 逆定但东群离行之, 欲以善干,欲空的中, 欲在树下,寒处静世, 念所修法,不定梦世, 向东四面,精进修志, 无为空室,何地幽会, 沃如荣衣,地边率欲, 欲以不合,非以救揚, 欲如仙度,多仁仙度, 本知不行,非都过呀。 感恩禁思经社的仰师傅汉文发音的带领, 第十七章佛仪教经的主题, 自眠。 在经文的一开始, 佛陀告示所有的弟子们说, 如等比丘, 于诸功德, 常当一心, 这一念心啊, 要舍诸放逸, 如离怨贼啊。 上人进一步的阐释说明, 佛陀说啊, 这个弟子们, 想要修其功德, 有一件事情是要特别来注意的, 也就是要舍离放逸, 舍离之心, 就要像是舍离冤家怨贼一样啊。 所以呢, 在嘉玲的体会当中啊, 真的我们在学佛的路上, 是要自我正向加强啊, 要正精进啊, 真的是要用心的, 是往自己来鼓励自己, 实施自我勉励的路上, 不断地求这一份的进步。 在今天, 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 是来自彰化的法义团队, 郑书师姐, 在师姐的生命历程当中, 遇到了许多的病苦, 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家人身上的, 但是呢, 都以正向的自我鼓励,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难关。 现在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导读人, 欢迎郑书师姐好。 嘉玲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佛仪教经, 进度来到自年。 在我们的纸本书里面, 254页到261页, 电子书130页到133页。 37著道品的纪文, 《七觉知》里的精进觉知, 里面提到, 心若专一无杂念, 例行正道不见些, 名利地位都虚幻, 善能绝了修道法, 有情众生, 烦恼多, 情难断而爱难舍, 似无量行, 无间断, 分分秒秒, 精进中。 在今天的导读重点整理里, 第一段, 舍诸放逸, 情而行之, 常当自免, 物令游回, 导人善道, 闻之奉行, 师徒之间, 闻思修。 在舍诸放逸, 情而修之的一个重点整理, 我们觉得舍诸放逸就是精进, 不杂明精, 也就是钻的意思, 无间明镜, 没有间断称为静, 所以精进就是接连不断的进步。 未修诸道法之时, 善能绝了, 我们不行无意的苦行, 而在真正法中, 我们常能用心专一, 无有间歇。 这几句话, 看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们的心, 若能专一无杂念, 立行正道而不间断, 我们就称为精进绝分。 但是, 在现代人的生活里, 我们走入社会, 滚滚红尘当中, 想修行道, 心思专一无杂念, 实在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刚才说精进, 只要立行正道而不间断, 就是精进。 可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欲念, 太多了, 患得患失的心理, 也很强烈, 所以心神自然不能专精。 佛陀说, 弟子们想要修集功德, 有一件事要特别注意的, 必须舍离方意, 舍离之心, 要像远离冤家怨贼一样。 因为, 生命并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是掌握在我们的业力中。 佛陀更警惕世人, 生命是很无常的, 就这么之间, 一呼一吸就没有了, 有呼吸的时候, 是有生命的人, 如果一口气出不来, 生命便结束了。 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 爱惜生命, 运用有限的生命, 做应该做的事, 行当行的路。 有好的因缘来临时, 我们要赶快, 花挥生命的功能, 把握因缘。 佛陀一直教育我们, 要舍离放逸之心, 所谓的放逸, 就是不爱惜时间。 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常常犯了好多的毛病, 我们好多的习气, 我们不持戒, 我们抓不住我们的心, 我们贪食, 好吃多吃一点, 不好吃就不想吃, 我们每天都在说困尾巴, 我们每天生气, 看到人, 我们起得念, 看到人与人之间, 我们常常忘了他的好, 常常记住他的坏, 嗔恨心在心里面, 常常产生, 我们骄傲, 我慢, 奉承, 我们会想八戒, 所以佛异教经里面一再提醒, 我们要扫欲知足, 我们要远离是非心, 我们要分秒不空过, 我们要不忘失正念, 我们要心安理得, 接受别人的建议, 我们自我反省, 贪玩就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 我们任凭放荡的心贼, 偷进了良知的宝藏一样, 上人已在音音叮咛, 在佛异教经254页到257页里, 又提到, 一分放逸, 我们就减少一分精进, 我们应该一心精进, 远离放逸, 何谓放逸, 我们的五欲过患, 我们是不是常常为了追求财, 色, 明, 食, 睡, 而陷入痛苦, 烦恼, 称恨, 怨怒, 我们种种的负面情绪, 我们被自己的欲望, 重重的残绕, 窜不过气来呢? 在五欲过患里, 财力, 物欲, 男女色欲, 名利全欲, 美食食欲, 懈怠碎眠, 上人开示, 财, 谁不爱, 但有一缺酒, 苦啊, 而色, 色欲迷心, 酒不醉人, 人自醉, 花不迷人, 人自迷, 如此自我沉沦, 人轮道的, 就会受到伤害, 明, 明谁不爱, 我也很爱明啊, 但是我是要维护我清净的明,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弟子要洁身自爱, 不要污染到自己的身心灵, 食, 一般人永远都填不满, 就是这笔下一痕, 想一想我们一生中吞食了多少生命, 放了很多的尸体, 让肚子就像坟墓一样, 只要素食, 只要清净健康的蔬食, 我们自爱爱物, 就不会造这么多的业, 我们养了他, 又要杀他, 滋养我们的生命, 我们人生许多的怨, 许多的颠倒悲惨的事情, 就是因为口语所造成的, 在睡眠方面, 人世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分秒一定要好好把握, 让头脑清醒, 不浪费时间, 这是上人在八大人觉经里面, 讲述到的, 转悟于为功德, 上人提醒我们, 将名利全域, 转化作无代价的付出, 随分随利, 付出精神力量, 把事业的精神, 换成智业的精神, 把男女之间的爱, 转换成, 普利众生的爱, 将迷情, 换成绝友情, 把众生的痴迷染情, 换成静绝的悟情, 将贪眠, 换作睡眠, 我们勤劳工作, 把美味换成初食淡饭, 健康又营养, 又可以调整我们的身心, 把懈怠, 我们转换成精进, 我们如果能这么做, 就是功德, 现在, 让我们一起来恭听, 上人对时间的看法,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昨天把那一张日历撕下来的时候, 真的我心存感恩, 感恩过去每一秒钟的平安过来, 所以我们时时都要感恩过去的, 每一秒钟, 同时, 一大早啊, 天未亮, 我就把新的日历拿出来, 把它掀开了第一张, 这个时候, 我的心愿啊, 就是要每一天, 圣物放异,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 很谨慎的, 不能以放重过去, 谨慎以珍重未来的每一天, 每一秒的时刻, 所以啊, 时间要很珍惜啊, 有智慧的人啊, 时间如钻石一样的, 我们要很珍惜他, 好好的应用他, 你不应用他, 大好人生啊, 白白的空过去咯, 感恩上人的开示, 上人开示我们, 有智慧的人, 时间像正式一样的, 珍贵,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运用, 白白的空过, 大好人生, 也是一样是浪费了, 多可惜啊, 在事业与职业, 我们无法确知, 我们自己能拥有多长的生命, 因此做好事, 我们一定要及时把握, 但是有心修行, 也要选择正确的宗教信仰, 并不是说要等到责任完了, 才实践, 才来走这一条路, 要知道正心的宗教, 并不影响人生的事业哦, 反而能够帮助我们, 更协调, 来整合我们入世, 出世的事业与职业, 在慈悸道旅308期, 普贤菩萨景车文理, 又谈到, 事日已过, 命亦水减, 如少水鱼, 私有何乐,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的生命, 跟着每一天的消失减少, 这就好比鱼跟水, 鱼靠着水生活, 水耗掉了, 鱼是最痛苦挣扎的, 到最后, 他的生命, 也会随着水的消失而结束, 在人生经济学里, 上人又提到这段话, 在彰化区的王保佑时节, 他就是将上人的理念, 放在事业当中, 原来呀, 置业与事业, 他并不冲突, 而是相辅相成的, 接下来, 我想分享的是, 父中之父, 我们保佑时节的故事, 保佑时节是大通电子总经理, 因为有一回, 他参加学校的校友会, 好久好久的一个光阴, 他很想带好礼物, 跟他的好同学分享, 所以他到了永和, 此际进师书学, 而认识了, 这个书学里面的人文, 和别的书局, 和别的书局并不一样, 那么, 他请购了一些文物之后, 和同学分享, 因此走上此际之路, 有一次, 他参加此际列车, 回花莲京社, 见到了上人之后, 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 泪流满面, 久久无法公知自己, 心里面想, 这就是我找了很久的闽师, 这就是我找了很久的闽师, 自己与此际的姻缘, 就是在那一次以后, 所以固定时间, 他都会请购, 上人所著作的书籍, 与客户员工结缘, 他也在公司, 成立了一个人文室, 在固定的时间, 为同学们, 举办读书会, 而且带动公司, 实行垃圾分类, 资源回收, 那么, 节约减碳, 和员工关怀, 而且, 到目前为止, 全厂的员工有八成都是慈祭会员, 也产生了两位委员, 在客户之间, 厂商之间, 也邀约了五位荣董, 五位委员, 像这样的一个师姐, 很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与赞叹, 在慈祭月刊第三百三十三期里面, 正信的宗教, 皆是为大爱的目标而努力, 上人此事, 能以身作则, 在发展事业的同时, 不忘造福人群, 这就是菩萨的行为, 善念的启蒙, 是最重要的, 希望能落实在自己的身口域, 与全体的员工一同来分享, 一同来加油, 打拼, 在事业中, 我们也能够种下善的种子, 大悲师尊, 所说利益皆以究竟, 佛所说的教法, 都是利益众生的, 也可以说是最究竟的佛法, 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 启花众生, 向好的路去走, 苦难的众生, 有这些好人做好事, 才能得到温暖的生存, 这就是利益, 慈祭的置业, 是继承佛陀的教育, 慈祭的教父祭贫, 正是利益众生的工作, 贫困的人, 所需要的是物质上的帮助, 而我们去启发富有的人, 将他们的爱心, 输送给贫困的人, 这对贫困的人家, 有纾困的意义, 对富有的人家, 我们更有开花智慧, 丰富心灵的相互利益, 慈祭的置业, 是继承佛陀的教育, 慈祭的教父祭贫, 正是利益众生的工作, 我们以感恩尊重爱, 我们以美善的循环, 利他尽心, 尽心利他, 我们双方互动, 我们双方互相修行学习, 贫困的人得到了物质上的帮助, 而我们去启发富有的人, 将他们的爱心输送给贫困的人, 这对富有的人来讲, 更有开花智慧, 丰富心灵的相对利益, 继父教贫, 教父祭贫, 这都是一个利他尽心, 与尽心利他的善的循环, 慈祭人, 过去教父祭贫, 现在更希望这些辛苦的众生, 能够因为得到利益, 而满心欢喜, 产生感恩的心, 而能够在自利利他, 所以现在我们要推动的是, 祭贫教父, 教父祭贫, 我们一定要并行,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成为苦难人生命中的贵人, 静思于理讲, 不肯不失是贫, 遮蔽别人的善根是贱, 自我签令嫉妒, 又阻挡他人不失, 这就是彻底贫贱的人, 我们是不是要将我们的心放下, 我们多不失, 我们多启发别人的善根, 我们将嫉妒的心, 签令的心, 我们要约大家一起来不失, 我们要约一起来发心, 我们就绝对是一个贫中之父, 我们就一定是一个富贵人, 这就是心灵的环保, 心灵的财富, 在佛仪教经, 正言上人讲述, 258页到259页里, 如等常当, 勤而行之, 佛陀其免弟子, 要精进, 以法力行, 我们要庆幸的是, 我们已经遇到了佛法, 我们若能接受佛陀的教法, 并学以致用, 这不就是法的化身常驻人间吗? 什么叫做是胸呢? 胸就是发心胸子的意思, 无胸就是变异的意思, 在我们环境, 古人是无胸, 就是变异不胸, 但是, 我们要有一个胸, 优优独播剧场, 因为佛陀, 它的清真发心, 是胸主不变, 不知是仅佛陀有, 其实我们人人都有, 佛陀就这样跟我们说, 心佛中心三无差变, 人人人都有一个清真的影响, 也有本性的, 只要你把地位开启, 这个发心是胸主, 心多拽你无杂念, 理性正道不间歇, 命力地位都虚幻, 善良绝了修道法, 有情终身烦恼落, 情难关而爱难舍, 似无量情无间断, 狠狠喵喵喵静静中,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 我是嘉玲, 在今天佛仪教经的线上读书会, 进入到了自免自我勉励的这个主题里, 在经文内容里, 上人也告诉我们的诠释是, 常当自免精进修之, 精进是成功的主要动力, 而修行是随时随地的修心正行, 更何况人生无常, 做好事应该要及时把握机会, 我们要尝尝的真的自我勉励哦, 好, 那么在同时搭配的这段37主道品, 入金藏的经文内容, 同样的也是精进觉知, 在七觉知当中的精进觉知, 心若专一无杂念, 力行正道不见歇, 名利地位都虚幻, 善能绝了修道法, 有情众生烦恼多, 情难断而爱难舍, 似无两心无间断, 分分秒秒精进中, 紧接着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导读人证书师姐, 在第二段重典里, 常当自免, 物令游会, 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要何时, 何地, 才愿意修行呢? 佛陀说, 若于山间, 若空则中, 若在树下, 闲处近视, 念所受法, 无令妄失, 不论是走在山间小路, 或是河塘边, 树下, 或是处于闲境的地方, 我们都要切记所做的教法, 不可妄失,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在工作职场, 在我们的每天碰到的人事物里, 我们不论是顺利的一个过程, 或是碰到不如意的人事物, 我们都以慈父佛陀, 给我们的十九个叮咛, 来自我提醒, 自我勉励, 如果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们当休假的时候, 有空闲的时候, 我们静下心来, 静思量, 我们自己的心, 是否端正心念, 我们一定要求不饿过, 做过的事情, 如果是错的, 我们就不饿过, 如果是善的, 我们就要勉励自己再接再厉, 在佛仪教经两百六十页, 念所受法, 无令忘失, 就算是在人多的地方, 我们只要体会了, 受用佛陀的教法, 其实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我们都能修正我们的行为, 我们念佛, 要念到己心及佛心, 也就是不忘事正念, 上人勉励我们, 人多事多, 是非多, 我们要随时收射我们的心, 尽心念佛, 我们念到己心及佛心, 这也是不忘事正念, 所谓的心安吉理德, 我们自己如何判断, 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有人请问上人, 何谓心安吉理德? 他问道, 一般人如何判断自己的行为, 是否正确, 上人回答, 要判断所做的事, 是对是错, 要自问, 做了之后, 是否安心, 没有后悔, 是否心安理得? 在中庸第八章里, 也谈到, 子曰, 回之为人也, 折乎中庸, 得以善, 则全权福音, 而否施之矣, 意思是, 言回听的孔夫子的善法, 都能毕恭毕敬, 坚持地报时去落时, 去实践, 不敢有所忘事, 懈怠, 在台湾, 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 我们亲近上人, 很容易, 常常可以回到花莲, 与上人亲近, 在大爱电视台里, 我们也可以聆听上人的法, 可是在海外, 有很多辛苦的弟子, 他们如何在海外, 落实上人的理念, 而坚定心智, 在海外, 撒播爱的种子呢? 在南非的精进菩萨, 潘明水师兄, 他除了带动本土黑珍珠菩萨, 生根社区, 也将爱扩展到临近的, 赖索托, 史瓦基兰, 莫山比克, 星巴卫等地, 两年内, 跨国累计, 两万多公里的路程, 他明水师兄, 他曾经说, 我以前住豪宅, 开辩子五百, 心却很小, 但是现在的我, 开小, 住小, 心却很大, 曾经上人对他说, 你在桃圆禁师堂的精进课程中, 六百多位的志工, 聆听了南非的潘明水师兄, 他的分享, 虽然一路听来很轻松, 诙谐, 但其实不然, 当时接任执行长的他, 也很挣扎, 很无力, 因为他有八十九岁的妈妈, 重臂在床, 那么医院已经告诉他说, 已经尽力了, 明水师兄放不下, 只想照顾妈妈, 但是他脑海间又浮现上人跟他说的话, 非洲最多苦难, 很不舍, 可是自己想到, 我在南非二十多年, 我只想到的是自己的妈妈, 而师父身在台湾, 却心系非洲苦难的众生, 所以我们的师兄毅然接下重任, 含泪到南非, 在临行前, 紧握妈妈的手, 他说, 菩萨啊, 我不想求过你, 拜托这边, 我想要, 做我自己十年的手, 好妈妈, 希望你能够通过这次的苦涨, 你就要好好等我回来, 没想到当他跨步南非的时候, 妈妈的状况, 却一次一次的好转, 不久后, 家里的人就告诉他说, 妈妈开口说话了, 问他几岁, 他竟然回答, 七十九岁, 我们都跟他说, 不对啦, 不对啦, 你是八十九岁啦, 我们的潘明水师兄, 他心里面想, 其实是你们错了, 因为他说, 上人他所爱的, 所要的, 我们弟子做就对了, 不可思议的事情, 真的都会发生, 那么他就是我们上人的好弟子, 欢迎, 国际志工, 潘明水师兄, 但是, 也有一些弟子, 告诉上人说, 苏夫啊, 我就想要学会啦, 但是我白的力就没多啦, 我就想要黑念经, 这样实在是很困难的耶, 其实啊, 上人告诉我们, 佛陀并不是教我们, 把他所说的话, 所说的教法, 当作文字经典, 只用嘴巴念诵, 而是要把他, 拿来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改善我们的贪嗔痴慢疑, 我们的人生, 有很多很多的欲望, 有很多不好的习惯跟思想, 经者道也, 道者路也, 佛陀讲经就是在讲道, 他指引一条路, 让我们去走, 所以应当勤而行之, 如此才是真正的学佛, 实行佛的教法, 在佛仪教经两百六十页, 无微空死, 后至有悔, 佛陀要我们, 即使把握时间行善, 常常勉励自己, 精勤休息, 不让时间空过, 否则往往会后悔莫及, 在第三段导读重点, 导人善道, 文之奉行, 在这一段的单元里, 我们抛出的一个问题, 请问, 当我们人生病了, 病治不好, 是谁的责任? 我们去想一想, 当我们生病了, 是谁让我们生病的? 那么, 我们生病了, 去请医师, 那医师开药给我们, 我们吃不吃? 所以佛陀, 常把自己比喻为医生, 当医生诊断出, 患者的病, 也知道患者, 该吃什么药, 至于病人, 要不要吃药, 那并不是医师的过失, 意思是说, 佛陀指导大家, 如何免除苦难, 要得到快乐自在, 至于听与不听, 行与不行, 一切都在自己, 又如善道, 导人善道, 文之不行, 非导过也, 就好像一个熟知路径的人, 我们请教他, 这路怎么走, 才能走到对岸去, 但是, 问路的人, 请问了别人, 自己却不去走, 这并不是引导者的过失, 而是问路者, 自己的问题哦, 时间很宝贵, 如果我们不利用时间, 好好的做事, 那真是空来人间一趟, 佛法难闻, 做好事的因缘, 也很难得, 我们应该好好把握时间, 有佛法来磨练我们的人生, 我们就要赶快把握因缘, 接受佛陀的教法, 洗恋我们的身心, 自然就会觉得日热幸福, 胡惠俱增, 启发你良知智慧的人, 善导就是善知识, 在人有二十难, 我们证言上人讲述一百六十页, 佛陀曾说, 会善知识难, 离是非恶有, 的确很困难, 但是要和善知识相会, 更加困难, 什么是善知识, 就是能启发你良知智慧的人, 在你陷于烦恼之际, 他可以开导你, 解除你的心结, 使你从凡夫地, 黑暗的一面, 转向圣人光明的境界, 但是, 世间能劝导, 化解, 圆容人我是非的, 并赏浮我们环脑的善知识, 又有多少呢? 善知识到底在哪里? 很多人说, 像慈悸的委员就是啊, 他们一个影响一个, 不断地将慈心善行扩大, 当他们在接触佛华, 了解慈悸以后, 他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 然后影响周围的人, 和周围的群众, 大家互动良好, 左邻右舍一家亲, 证明了自己的人生的转变, 是正确的, 也因此感动的家人, 和我们的亲友, 这就是不断地互为善知识, 但是, 如果我们自作聪明, 不相信善知识所说的话, 人哪给我们扯, 我们都说, 怒骚啊怒骚啊,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如果自作聪明, 不相信善知识所说的话, 想要以身视线, 往往会再次堕落迷情, 永远没有脱离之日, 虽然, 我们花会很大的功夫, 研究佛华, 而且身体力行去修正, 但是, 一旦碰到事情, 退失了道心, 想要回到原来的道路, 就非常困难了, 在佛门大校地藏经里, 正言上人讲述557页里,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友情众生, 有十类烦恼, 三十七道评讲义下集, 第252页到255页, 有谈到, 我们众生的十类烦恼, 义凶, 我们人命就在呼吸间, 二极, 我们喜欢顺利的欢喜的事情, 三毒, 我们有贪嗔痴, 三种烦恼, 四道, 常乐我尽, 是种颠倒相反的说法, 在五蕴里, 我们有色受想行事, 五种法, 六入, 也称为六根, 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在七诗里,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眼试, 耳试, 鼻试, 舌试, 声试, 意识, 这前六试, 加上莫纳试, 这是意识以外的思想, 八协, 是协见, 协思想, 协语, 协定, 协命, 协精进, 协念, 协定, 九节, 九种使众生, 不得解脱生死的烦恼, 爱, 称慧, 傲慢, 无名, 见, 取, 疑惑, 忌妒, 奸令等, 十恶, 生三口四, 义三, 共十种恶业, 在口业里, 有望言, 其余, 两舌恶口, 深夜有, 杀, 盗, 淫, 亦有三种业, 即贪, 生, 吃, 合称为, 食业, 我们人生旅途中, 有这么多的烦恼, 我们要如何对峙呢? 在第四单元里, 师徒之间, 我们的静阳师姐, 她是上人亲自调教受病于药的幸福师姐哦, 也是我们首届慈欲队的总干事, 继承岳云师姐, 在刚进慈祭的时候, 静阳师姐有谈到, 我刚才立策子时, 我也是很浮躁的啊, 我也不知道说, 到底我来策子, 要做什么, 我只是, 很加意上人, 这样哦, 走几次后, 来来去去, 做一些事情, 有一次上人看到我, 他就跟我说, 我跟你说哦, 策子不是让你做出头的哦, 是要让你做英语的哦, 那时我就给他回答说, 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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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印三句, 上人说, 知道回答一句就好, 不可以三三无奈, 所以, 法入心, 法入心, 这才是真受教, 我们的金阳师姐, 金妈咪, 她有谈到, 在刚进慈祭的时候, 年轻气盛, 满身的烦恼喜气, 而不自知, 每天只拿着放大镜, 看别人的缺点, 如果每次办完了大型活动, 不但没有法喜充满, 反而心有千千结, 自己在生闷气, 还跟人家结了二元, 尽管上人训绵弟子说, 欢喜这有公典, 但是我就是没欢喜呀, 又有一次活动结束, 我照例又生气, 上人轻飘飘地走过来, 念了我一句, 好心肝, 又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我那个时候想, 苍蝇蚊子那么小, 我还要去看它的内脏, 我的气量不是别它小到, 连蚊虫蚂蚁都不如吗, 我当时真的很震撼, 我也很惭愧, 有一次师姐回花莲, 上人又提醒她说, 赶快把缺点改掉, 别人才会喜欢你, 我问上人, 他们不肯改, 我也不喜欢他们啊, 为什么一定要我改, 上人说话很轻, 眼神却很锐利, 他轻轻地告诉我, 想成佛的人, 要先改, 不想成佛的人, 就不用改, 你还要却要包容, 包容就是不要跟人家教, 不要排斥把人, 我就说啊, 哎呀上人, 来到慈祭真难做人, 没进慈祭以前, 真好做人, 上人就开导我, 没有进慈祭, 很好做人, 进慈祭以后, 就得好好做人, 接着上人又说, 以前, 就像一张, 欧妈妈的帚, 人里为欧插白, 来到主座, 归于疏忽, 都会变成一张白帚, 我终于明白, 上人要我在这张白纸上, 整整齐齐, 端端正正的, 写上每天有意义的新页, 来到人生, 最后时刻, 回忆起这一生, 原来是这么靓丽, 又多彩多姿, 跟公婆相处, 生活几区, 我觉得, 我有照顾到, 我也做得很好啊, 可是有一次, 公公要我把报纸收好, 我一脸不情愿地低估说, 大大事不贯, 只有贯报座, 那公公认为, 教育孩子, 不能只重视课业, 忽略生活习惯的养成, 我不以为然, 所以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是学师范的呢, 我怎么不会教, 所以从来不知道, 自己脾气嘴巴不好, 就是没有做到尊重与顺从, 因此犯下不孝的因, 不高兴的时候, 就拿门板出气, 或是把杯子往地上一丢, 拿东西出气, 让门板损害, 杯子打破, 上人说, 这个动作也叫做杀生, 万物皆有生命, 哪怕是草木, 器皿也有生命, 我们应该珍惜无命, 那我常常为自己的行为奠解, 我是为他好啊, 我也没拍他啊, 有一次, 我就跟上人说话时, 我又说到我的行为, 我说其实我的心很好啊, 上人就告诉我, 我听了之后, 真是惭愧, 上人说, 修行要利用三种方法, 在慈祭小重书, 降伏石墨君里, 第65页到66页里, 有提到, 第一种, 细缘修心, 我们的心会涣散, 是杂乱心中的缘故, 要将杂乱的心收射回来, 一定要依靠姻缘, 也就是境界, 我们借着境界, 让妄动的心, 调伏下来, 心不钻, 念不医, 做事难以成就,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管行住坐卧, 待人处事, 眼睛虽然看着前面, 但是心里却始终要反观自省, 在繁杂的生活中, 才不置迷失, 才能当一个踏实, 首份的修行人, 借事恋心, 人生在世, 不免会接触到复杂的人事, 而所谓的修行, 就是借着复杂的人事, 来训练我们的心, 培养我们的修养, 真正的佛教本色, 是不怕做事, 而且积极投入人间服务,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心灵不被环境所转, 勇敢地突破万难, 降福五欲,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做到别人不能舍, 而我们能舍, 别人不能行, 而我们能行的地步, 这才是介事论心, 第三种, 随处养心, 意思是指, 我们要随顺因缘, 环境, 来培养我们的心, 我们若想, 在世间成就事业, 一定要先成就自己的品德, 深化自己的人格, 而从最基本的, 随时随地, 尊重人做起, 第一种, 细缘修心, 第二种, 介事练心, 第三种, 随处养心, 上人就是良医呀, 就如静阳师姐所说, 有缘得蒙上人亲自调教, 受病与药, 轻轻以具药方, 都能心开一解, 要到病处, 时间很宝贵, 如果闻而不醒, 飞倒过也, 我们听到了, 上人的音音叮咛, 如果我们不这么去做, 真是, 枉为上人的弟子, 我们接受了佛陀, 与上人的教化, 我们洗炼我们的身心, 自然就会, 日日幸福, 福费俱增哦! 文思修 我要等老了, 会有钱以后, 才来文法吗? 文法之后, 我要怎么运用在生活中呢? 彰化区的王芬兰师姐, 曾经分享说, 她洋装处理, 觉得永远少一件衣服, 可是她运用了那一份的毅力, 一路精进, 双手自由花挥价值, 不只是度了自己, 也度了整个社区, 上人曾经开始说, 芬兰啊, 她曾经每一天每一天都非常的华丽哦, 十只手指头戴十一个戒指, 这样的人生也许还不满足, 在衣橱里总觉得永远少一件, 也许啊, 她在逛委脱行的时候, 十根手指头跟人说话, 都是这样子晃啊晃的, 这样是不是很满足呢? 众生苦, 沉溺在世俗物质泥沼里, 有的时候是很难自拔的, 可是她运用了那一份的毅力, 听了上人几句话, 她马上转过来, 全全福音, 一路精进, 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精神, 她已经把那些戒指都一一脱离, 双手自由自在, 她在支援回收场里, 无论是什么垃圾, 她这双手都能花挥她的功能, 她不只是度了自己, 也度了整个社区, 有一次上人到环保站里, 我们的委员, 一介绍起来, 每一个都说是什么高兽牛啊, 什么医生牛啊, 什么对这间病院的医典夫人啊, 都是牛牛, 每一个都是去这一战后, 但是每一位也都很精进, 很投入, 不管说她在这样的一个职员回收里, 做分类, 她在社区推动读书会, 也很认真将词记人文, 推动到海顿社区里的一个社区, 大家都共襄盛举, 都沉浸在书乡, 茶乡, 人文之乡里, 上人谈到曾经与资深的慈济委员谈话, 期待大家提起使命, 行在菩萨道上, 莫半途而废, 空过生命, 应说慈济, 做慈济, 直到最后一口气, 有的人认为, 自己年纪已经大了, 无法参与许多活动, 但正因为资深, 所以可多与人分享, 切莫存有休息, 退休之意, 上人认为, 在身体状况的能力范围内, 不可让时间空过, 若平日好好地照顾, 做事时处处小心, 并按时健康检查, 发现身体有异样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医, 不久后就能再康复, 还能做很久的慈济事, 生事再到期, 且人生难得经已得, 更难行于菩萨道上, 我们不要放弃, 也不要停滞, 应继续向前行, 上人勉励众人, 要做得欢喜, 凡事善解, 才能得自在, 今天的自免共修, 叛与全球家人, 共勉之感恩。 感恩今天的导读人, 来自彰化的法译团队, 正书师姐的分享, 时间宝贵, 如果不利用时间多做好事, 空过人间一趟了, 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困难, 不顺利的时候, 是否也扪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常常将心门打开, 实时正向地鼓励自己, 让自己勇敢地踏出, 生命当中的每一步, 而精进的最佳动力来源, 就是要实时地引法入心, 我们才能常常地, 自我勉励, 好好地精进修行,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 就为您进行到这了, 祝福您, 身心自在平安, 我是嘉玲,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